民众开心的从里长丘丽临手中领取红包及装有联菜的环保袋 周美里这一项寒冬送的活动已经持续6年 在相互共管委会及里内三星人士共同支持下 规模越办越大 今年不断发给174户若是家庭红包 还在为董事长及大卖场业者赞助下 募得300份联菜 有浮跳墙、骨骨鸡、叉烧、烧卖等料理 需要让里内中低收入户、独居长者及窝居住户 在除夕夜也能围如享受美味年菜 这一次特别要感谢我们新安宫提供了175个 1000块的红包给我们的长辈们 另外大润发提供了96份的年菜 另外我要特别要感谢的就是魏先生 魏董事长他礼拜天来拜访我们周美里 了解了我们周美里的状况 所以昨天呢紧急做了205套的年菜 这都是饭店级的年菜 要送给我们周美里一些弱势的家庭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 同时呢在这次活动当中呢 一直持续赞助我们的卢杏传老师 今年也捐了2万块 王润国先生捐了6千块 另外我们的徐青海徐委员也捐出 他的今年得奖的红包500块 这些善心人士啊 都是里长要真的至上12万分的感激 谢谢你们的支持 让我可以持续一直做 做到今年的第6年 志工们还会将年菜送到行动部 变了长者 即无法前来领取的弱势户家中 不仅有爱心更贴心 这个不仅今天可以方便来领 我们这个准备的礼物 那不方便的长辈 我们的志工会帮忙送到楼上去 送到公寓的楼上 让长辈们过一个好年 在这里也祝福我们所有住在我们周美里的 或者是我们的市民朋友 今年的新年 这个龙来报喜 福运龙来 大家龙年行大运 丘里长与志工们的爱心 获得台北市这方面的肯定 感谢协助政府照顾关怀 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很谢谢里长 其实都很照顾我们社区里面的弱势民众 然后我们其实服务的很多个案 也都是跟里长之类一起合作 然后在年节的时候 也特别谢谢里长 也连接了很多资源 让我们的弱势民众都可以过个好年 社群叫你加朋友 不如要报理贪置 这都不能给他送去 新上任的内湖分局分局长 肖慧朱也率领同仁到场共享盛举 并分享好几种诈骗手法 希望提醒民众不要受骗上当 在我们2月1号到2月15号这个期间 是我们内政部警政署的这个 加强重要节日的维护工作的期间 我们针对了治安平稳 交通顺畅跟民众安心的部分 都有很多的服务 我这边特别要来提醒市民朋友 在我们内湖的辖区 近日发生比较多的一个 假投资诈骗的一个手法 这个投资诈骗手法 应该就是点这个脸书的连结 然后就会进入到一个社群之后 会有非常多的里面的群友 就会说他有赚钱 他也有赚钱 来吸引我们被害人 就是加赖 然后再加码投资 那刚开始的时候 会有出金的状况 就少数让你觉得你有获利 然后我们被害人 就会在投入大笔资金之后 想要出金 这个群组就会消失了 我在这边也要呼吁 我们的市民朋友 接到这种可疑的讯息 或是电话的时候 一定要冷静30秒 一听二挂三查证 我不要相信这个名牌标股 保证获利稳赚不赔 像这样的话数 事实上都是诈骗 也造成我们近日 这个内湖区的居民 比较多的财产损失诈骗 我们内湖分局 在这边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 都能够守护好自己的财产 今天也非常感谢 中美里的这个邱里长 跟我们的 对我们市民照顾的 非常的多 在这边办理的一个 领物制的一个活动 我们也祝福 我们也希望能够 跟这个里长一起合作 来照顾我们内湖地区的乡亲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